他真真是亲眼见证过香港娱乐圈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化。 他,这位六七十年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影视界男神级别的人物, 如今,尽管已是88岁高龄,谢贤先生却依旧闪耀在公众视线之中, 他的衣着,发型总是一丝不苟,他绝对不容许自己有任何失态之处, 凡事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体面至极,1936年,谢贤先生诞生于繁华的香港, 家中共有八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而在那部经典剧作《千王之王》中, 他更是成功塑造了千王罗四海这一角色,自此之后, 四哥这个称号便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17岁那年,谢贤先生踏入演艺圈, 从此便成为了香港影视界最受瞩目的星星,嘉玲。 首先我们要说的,这位前女友名叫嘉玲,她不仅是谢贤的事业伙伴, 也是她曾经的同窗好友,在那个风华绝代的六十年代初期, 他们俩携手合作,互相激励,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情侣之一, 真是让旁人羡慕不已。 然而,爱情的马拉松并非一帆风顺,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感情魔力, 嘉玲终于鼓足勇气向谢贤坦白, 我决定要步入婚姻殿堂了。 听到这番话,谢贤竟然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如果你选择了她,那么我会默默地离开。 哎呀,女人有时候说要离开,其实内心深处是渴望得到挽留的,只可惜。 当时的谢贤并没有领悟到这个道理, 分手之后,嘉玲迅速与一位泰国华侨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从此告别了演艺圈,选择在泰国定居下来,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许多年过去了。 当已经八十高龄的谢贤在某次访谈节目中再次提及这段往事时, 她感慨万分地说道,幸好嘉玲最终选择了别人, 否则真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萧芳芳,萧芳芳,这个才情横意的情女子, 实实在在地演艺巨匠。 而谢贤,这位风流运势中享誉盛名的人物, 她那独特的第二段情感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正是萧芳芳, 回想起当年的那个时刻, 萧芳芳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听话, 非常温顺的小姑娘, 而我呢,却是个顽皮捣蛋的小鬼头, 根据谢贤在专访中所述, 萧芳芳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她之所以选择投身于演艺事业, 完全是出于对生活的无奈, 尽管她从未踏入过校园, 但她却通过自学成功考取了大学学位, 萧芳芳常常对谢贤说, 四哥,你现在的生活已经相当不错了, 何不去好好学习一下, 比如说学习英语之类的知识呢? 然而, 谢贤却总是以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回应道, 我现在过得如此快乐, 为什么还要去学习呢? 我甚至连玩耍的时间都不够用, 还是让你来读书吧, 我要尽情地享受我的人生, 谢贤深感自己无法满足萧芳芳的期望, 而萧芳芳同样也无法满足谢贤的需求, 他们两人的价值观犹如天壤之别, 背道而驰, 就在前几年的《金星秀》节目中, 谢贤曾深情地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我深深地感觉到她是一位非常正直, 非常善良的女孩子, 因此, 我决定坦诚地告诉她, 我并不适合成为她的男友, 并主动选择了离开, 我认为我做出了一个无比伟大的决定, 谢贤表示, 如今她和萧芳芳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珍珍, 1974年3月, 当台湾最美丽的明星珍珍正处在事业巅峰之时, 勇敢地做出了结婚的决定, 依然决定嫁给已步入中年的谢贤, 成为了她公开承认的第三段恋情和首次走入婚姻殿堂的伴侣, 令人惋惜的是, 这段短暂而美好的婚姻, 仅仅维系了短短的两年时光, 就像一朵绚丽的烟花, 短暂绽放之后迅速消失在夜空之中, 令人感叹不已, 谢贤曾谈及当年的往事, 那时她正在与有人畅饮, 有人突然告诉她有位女士想见她, 于是她便走出餐厅, 与那位女士打了声招呼, 接着便与不远处的一位老乡时热络地交谈起来, 回到座位时, 有人好奇地询问她是否见过那位女士, 谢贤却一脸茫然地回答, 谁啊, 有人惊讶地提醒道, 是你的妻子, 你的前妻啊, 谢贤坦言, 她从未为任何事情感到内疚, 但这件事却让她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愧疚感, 她感慨万分地说道, 她曾是你的妻子, 你竟然已经忘记了她, 这是何等可悲又可笑的伤害啊, 这位女士正是真真, 我们无法想象, 当时的她, 心中究竟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和无奈, 迪波拉, 在谢贤那炫酷无比的爱情长河之中, 最让人无法忘怀的, 无疑就是, 她和迪波拉共度的那段传奇般的婚后生活, 整整十六个美丽而又多彩的春秋, 这是一段跨越了时间, 空间的纯真爱情故事, 很难想象, 那个令众人瞩目的婚礼盛况, 竟然可以与黄晓明和卑鄙的世纪婚礼相媲美, 1973年, 当时只有22岁的迪波拉, 在香港东方选美会上脱颖而出, 成为了香港70年代首位港姐冠军, 而那时的谢贤已经47岁, 比迪波拉大了整整15岁, 然而, 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相爱, 反而使他们更加珍惜彼此, 婚后的迪波拉选择了推出演艺圈,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 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母亲和妻子, 然而, 这段被人们视为完美无缺的婚姻, 却在16年后画上了句号, 尽管如此, 他们之间的关系依然十分和谐, 当迪波拉再次步入婚姻殿堂时, 谢贤毫不犹豫地送去了自己的祝福, 甚至还与迪波拉的新任丈夫江耀成, 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两家时常欢聚一堂, 谢霆锋对待继父江耀成, 也是关爱有加, 也许, 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爱情的范畴, 升华为深深的亲情, Coco, 历经16载风雨飘摇, 谢贤终于向心爱的迪波拉挥手告别, 在那之后, 她竟然选择了一段饱受争议, 备受瞩目的忘年之恋, 这个名叫Coco的神秘女人, 来自上海, 出身平凡, 但身材高挑曼妙, 风情万种, 让人不禁感叹, 岁月真是奇妙无穷啊,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她竟然比谢贤整整年轻了46岁, 而她的年纪还与谢贤的宝贝女儿谢婷婷相仿, 2015年, 在浙江卫视的热门节目, 掌声响起来的后台, 谢贤破天荒地携着Coco一同亮相, 她坦言, 这位美丽的女士, 是特意前来为她加油鼓劲的,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两人之间巨大的年龄差距时, 戴着墨镜的谢贤幽默地回答, 我可比许多年轻人都要充满活力哦, 这有什么好在意的呢? 她甚至自嘲道, 如果要说男人比女人大的话, 我可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的, 第一名当然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杨教授, 当被追问到子女们对于这段恋情的看法时, 谢贤毫不掩饰地表示, 他们简直是喜欢得不得了, 因为看到父亲如此开心, 和这样一位美丽的女朋友在一起, 然而, 近期却有媒体爆出, 谢贤已经与Coco分手, 但不久前两人共进晚餐的照片又被曝光, 究竟是分还是和, 恐怕只有两位当事人才能真正明了吧? 小编实在难以想象, 当50岁的天后王妃遇到30多岁的Coco时, 会如何称呼对方呢? 著名主持人鲁玉, 曾经在采访中询问谢贤, 到了您这个年纪, 回顾过去的几段感情, 谁才是您一生的挚爱呢? 谢贤坦诚地回答, 那个时候, 我只是单纯地去爱他, 并没有所谓的最爱, 我对每一段感情都是全心投入, 非常专一的, 张柏芝, 张柏芝无疑是位天赋依禀的演员, 18岁便崭露头角, 此后的人生道路如同开挂, 嫁给了国民男神谢霆锋, 尽管婚姻破裂, 却留下了两个可爱的宝贝, 对于是孩子如生命的张柏芝而言, 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 离婚6年后, 张柏芝宣布喜迎三子, 然而, 这位神秘的三子父亲, 却成为了娱乐圈的一大悬案, 然而, 谢贤在一次采访中的无意透露, 似乎揭示了一些线索, 2006年, 谢霆锋挺着运渡的张柏芝, 跪拜在谢贤和迪波拉面前, 恳请二老同意他们的婚事, 在谢家人眼中, 出身豪门的谢霆锋, 理应配得上门当户队的妻子, 而张柏芝, 出身贫寒, 从未得到过他们的认可, 然而, 如今张柏芝怀孕在身, 生米煮成熟饭, 木已成舟, 2008年, 张柏芝遭遇了人生低谷, 因年轻时拍摄的照片泄露, 凝郁受损, 事件发生后, 张柏芝第二天一早, 便向公公婆婆敬茶道歉, 谢贤安慰道, 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全家都会站在你这边, 谢家的支持和鼓励, 使得张柏芝成为了受害者中 最早走出阴影的一员, 对比之下, 另一位女主角阿娇, 由于缺乏像谢家这样强大的公关力量, 至今仍无法摆脱自卑和胆怯, 而张柏芝早已能够从容应对, 谢贤考虑到张柏芝为谢家天丁有功, 于是立下遗嘱, 百年后将所有财产留给两个孙子, 并由母亲管理, 这无疑是对张柏芝的一种肯定和信任, 2018年, 张柏芝终于宣告三胎降临, 距离他与谢霆锋的婚姻破裂已过六载, 然而众多网友仍在猜测, 孩子难道真是谢霆锋的, 谢贤面对媒体采访, 直言不讳, 不管谁的孩子, 都是我的乖孙, 这位七十高龄才容身为祖父的老人, 对两个孙子疼爱有加, 自然连小孙子也喜欢上了, 这般出自真心的关爱, 又怎能怪罪呢? 他更是放出豪言, 只要百之开口, 谢家定会全力以赴, 抚养第三个孩子, 张柏芝经济实力雄厚, 无需谢家资助, 而离婚后仍保持礼貌, 这种豁达的态度实在令人敬佩, 然而, 谢贤的大肚之语在网络发酵, 竟引发一场风波, 众人纷纷揣测, 谢贤如此友善对待张柏芝的三胎, 莫非就是谢霆锋的骨肉? 网友们纷纷涌入谢霆锋微博留言, 三胎都有了, 还等什么? 快复婚吧! 不堪其扰的谢霆锋, 只好亲自出面澄清, 我感情稳定, 只是谢震轩和谢震男的父亲, 粉碎谣言, 还自己一片宁静, 谢贤的人生, 真可谓幸运, 一生玩乐, 潇洒随性, 过着无惊无险, 美满充实的生活, 现今的她, 最爱与好友共聚, 悠闲地坐于露台品味香萌的咖啡, 又或是穿上牛仔褂, 轻松前往湾仔, 购买日常食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